公民崛起 大家一起来翻转 大家午安 我是汪杰明 没错 其实今天的焦点是 你鞋子一双是多少钱 你千万不要一万多块 而且你不能从政 如果你鞋子有一万块 而且从政的话 人家说你一万块鞋子不上脚 我还记得当时连战要去访灾区的时候 他身上鞋子好像也是不便宜 但是测了一下水 不敢下去 好了 当然这个事情 有人说这是一个假的谣言 但是是不是红袖柱阵营 正期待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总统选举呢 不问苍生 只问贫富 一个穷人跟富人的战争 这样打法你同意吗 一个维基改百科改了114次 似乎大家学了柯P的精神 各自号召网军来主持战争 难得看到蓝营的网军 这个比绿营的网军更为强悍 这是怎么回事 另外一个角度切入这次的选举里面 红袖柱不是高达46%支持度吗 刚才我们之前这个 我们忠心大哥说46% 这个会不会这个 这个那么高的民意 好了 这么高的民意 情况下里面上这国民党 不是应该很支持吗 为什么在立法院说 总统跟立法委员要脱钩 那不是代表他们很担心吗 难道是朱立伦急了吗 朱立伦难得在新北市议会 强悍的去抨击议员 对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不尊敬 那么某种程度是不是 他是石头放下来声音比较大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吴敦义 这个金爆吴敦义已经瞧瞧地 把他的这个竞权这个幕僚中心 给关了 好 我们今天来比比 红袖珍跟蔡英文在政界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交锋的地方 最后补充一件事情 现在中国跟台湾 在所谓的红色供应里面 已经有60%已经重叠了 恐怕台湾的问题是禁合 而不是统独吧 今天我们更深切的这个讨论 先介绍一下我们来宾 政治评论员胡中信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中信大哥 好 另外是资深媒体的石琪 大家好 石琪 46%了 蔡英文大概就退选了吧 差不多该退选了哦 是哦 我秀住冬算了哦 真的真的 好 另外就是社会关家朱学恒 学恒你好 各位大家好 学恒为什么这个46%照理说 这个国民党应该有信心啊 干嘛搞总统跟立法委员要脱高选 所以说国民党这些人真是不长进 给你来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史上 最高支持度的候选人 你都不懂得配合 我觉得国民党这次真的要惨败 真的吗 好啊 这惨败不惨败 我都问一下惠住议员 好 另外就是亲民党副秘书长 刘文雄 文雄你好 大家好 原来搞了半天 这个授取很多人争取啊 什么行政院副院长都来了 而且是王金平也出手了 这个朱立人出手 这真的吗 你们有密谈吗 一切都要谢谢你 马总统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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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外就是我们台北市议员 秦慧珠 慧珠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刚才问题是就一样 那绅士看好 干嘛这么紧张要总统跟立法委员脱高 这可能是一个谣言 否则就要去问赖世保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你跟赖世保不是很熟吗 帮我问问看好不好 我礼拜天问他的时候 他说他们的选民都支持洪秀柱 了解 收到 好 那他就应该支持 这个总统跟这个立法委员 这个议题选举 不过当然这是个假议题 总统跟副总统 总统跟立法委员选举 基本上他是由中选会决定的 不过这个议题 是不是凸显出蓝营的焦虑 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视墙 没错 这个今天在这个自由时报 有一则新闻 他是在大概第三版的部分 好 叫做国民党住住姐 迷幻要笑秒退 没错 他用秒退这个字眼 就是说前面才刚刚说 朱祝姐已经赢过的初选 准备要进入到正式总统大选 准备要搏旗赛 你知道初选已经结束 准备要进入正式搏旗的时候 发现到他的智囊团开始退了吗 这是真的吗 三帖这个要来救党 我们来看哪三帖 六月十四号 洪秀柱以四十六点二 破防钻这个民调 你越骂他 你越讲义不容辞 你越觉得洪秀柱会退选 你觉得洪秀柱会利益交换 就没有他四十六点二就过了 所以是不是越骂他的收视率 他的收视率就越高 好 来 第一帖是七月十九号 全代会将有变数 那么党内人士说 即使民调过关 若之后气势下滑 这可不是我们说的 这是党内人士讲的 他说民调过关的时候气势会下滑 再说一遍 重要说讲三遍 不是本节目讲的 这是党内人士 所以七月十九号全代会上 会不会有提名红呢 人存在变数 季国栋说有变数 现在这个提审 好像提审会好像没有审核 不是吗 好 第二帖 就是民进党总召柯建民爆料 那么昨天是在宪法的征修 准备要做表决 那表决过程当中 就在密室协商过程当中 那么就有一个亲民党的立委 就说倒戈解散国会 将立委选举提前好不好 结果这句话一讲完之后 赖世宝等等 就说这个很不错 甚至中央有这个想法 兰尾要提倒戈 一样可以解散国会 将立委选举提前 看到没有 这个很奇怪不觉得吗 好 第三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讲这件事 我们要凸显一件事情说 46.2应该是国民党 从头到尾 每个人应该是振奋很高兴 尤其是高层应该高兴 46.2很久没看过 这个马英九最高 也不过就15%而已 不是吗 好了 那么主张一个月后再修宪 那么六月社交亲民党 李同华说 总统立委脱钩的主张 这是第三点 好 所以看起来 基本上有可能是倒戈 或者是总统立委选举脱钩 我刚才讲反了 第二点是栏尾直接谈倒戈 第三点是由亲民党立委 李同华说总统立委出选脱钩 这部分实际上 国民党是支持的 这三点到底在说什么呢 当然我们还是要忠实的回应 当事人的说法 那么6月12日下午四点 国民党党人记者会 那么因为这事态很大 那赖事保就说 这些话是李同华讲的 他没有附和 可是为什么要呃呃呃的声音呢 他说因为那时候喉咙不舒服 咳两声 不过怎么咳两声 可以咳到那么大 让这个柯界民说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好了另外一部分 这个是不是国民党 这个有个民党立委说 是不是国民党不给朱苏姐面子 现在国民党已经图丘比线 那另外说法是 也怕立委选太差 党主席任内刘鹤明 这个我们都要在讨论 我们现在讨论这件事情好不好 明明这个 我要问一下时期 明明这个气势很旺不是吗 为什么这个 看起来他们立法委员 又要说那干脆倒阁算 先选 那你这个意思说 红秀柱不能支持吗 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这样好了分开分开分开 这怎么回事 这很奇怪 因为国民党当时在 这个红秀柱的防撰民调 到一过的时候 他的支持度是过半的 然后他的50%50%的防砖条款 下来是46点多趴 当时他就说 这母鸡超强的 就算改回原来的85比15 这样子的比例的话 他也是会破砖 这证明他真的是一块 琢磨好了的玉 那既然这个样子 而且红秀柱又不断的强调 他自己是一只会飞的母鸡 那所以国民党内所有的小鸡 应该都开心的叽叽叫啊 不是应该这样吗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昨天在立法院会有这种 总统跟立委选举脱钩的 这样子的声音呢 事实上因为昨天是立法院最后一天嘛 所以势必要挑战业战 有很多的案子都要赶快协商 然后赶快去通过 对不对 那所以当协商到修宪案的时候 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两党的意见不一样 国民党认为说 18岁这个拥有投票权这件事情 就必须要跟其他的案子绑在一块 跟不在籍投票绑在一块 那民党就说不要不要 这个绝对不可以一案绑一案啊 好两党都很激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第三者出现了 也就是亲民党的李同豪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不然就修宪案就缓一缓吗 因为两党现在情绪上面正在激动啊 那就因为我们的修宪案 现在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修宪完之后 在半年之内就要交付给全民公投 所以就会有一次全民公投来看看 你要不要赞成这个修宪案的投票嘛 那所以现在距离这个半年 就刚好总统立委选举1月16号啊 那可是如果你修宪案 没有在现在完成的话 你势必没有办法公投 跟总统立委选举合在一起 对 那所以这个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总统跟立委 如果分开选 总统延到三月 那所以我们修宪案的协商 还有一些时间嘛 是因为这个样子 那所以李同豪挑起了这个话题 然后他就 我认为啦 其实李同豪有点在逗弄国民党 那国民党立刻 哇太好了 有人挑起这个话题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代表协商的赖世保跟蔡振元 立刻附和同意说 国民党赞成 国民党赞成两个选举脱钩 那所以在场协商的各党代表都有 当场台联的立委也就亏了 你们不是国民党这个母鸡超强吗 然后民进党也亏国民党 母鸡不是会飞吗 你们难道要看衰竹竹竭节 人家有四十六点多趴 所以这个消息就被传开了 那甚至于昨天 我们还碰到立委吴秉锐 吴秉锐还说 有国民党的立委就私下说 不然你们民进党来提倒戈 如果修宪这个东西 你们不愿意不愿意这样子脱钩出去 其实如果你要使得总统跟立委 这个选举脱钩的话 还有另外一招就是直接倒戈 因为倒戈之后 总统就有权解散立法院 然后立法院就必须在三个月内之内 赶快先补选 然后所以就会变成立委先选 总统候选 就脱钩啦 那结果吴秉锐就说 国民党是执政党 那结果执政党的立委 跑来拜托在野党的立委说 你们提倒戈 然后我们执政党会支持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逻辑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鸡吗 那可是因为赖世保 他不但是协央代表 而且他很重要的身份 是国民党的大党边 大党边如果采取了一个附和的态度 认为我们国民党会支持的话 那事情可就不这么简单了 因为他既然是党边代表 这是党中央给他的指令 他的态度代表党中央的态度 可是党中央不是才刚刚通过 红袖珠的提名 难道党中央其实对于红袖珠 其实是没有信心的吗 担心这个母鸡其实会踩死这些小鸡吗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喔 不过我回过头来要讲说 事实上在红袖珠的民调一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整体国民党情绪是非常非常的高张 觉得终于有一个真正的女汉子来承担 然后民调也冲得这么高 所以他有46点多% 不过我的了解是说 因为在对比式民调的那个部分 他也没有公布详细的内容 没有公布详细的数字 只告诉大家说红袖珠是四成 那是不是有不表态的部分呢 还有你对手蔡英文是多少呢 这些东西都没有公布 但是我了解是其实 他其实是去除了不表态的部分 也就是说对手蔡英文是六成 6比4这样子的状况 那所以这个一综合一下 就变成46点多% 看起来数字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实际上拿出来 跟蔡英文两个一对一的仗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差距蛮大 一个是4一个是6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国民党的迷幻药吃过一天两天之后 现在也差不多药效该退了 那有些人药效退得比较快的人 他可能就会思考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当红袖珠 你如果提出来的主张 是没有办法使得国民党正衰起闭 或者是更扩张选票的话 这会连带影响到 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实质多数 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存在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他就只好想说那不然我们就来脱钩好了 让总统候选人对于立委选情的拖累 能够降到最低 而且这不止我的判断 不只是在中南部有这种效应 你看看如果党中央有这种态度的话 表示其实在北部的立委选情 党中央也是担忧的 为什么 是因为红袖珠其实走的是一个 极桶的深蓝路线 那如果要走极桶深蓝路线的话 新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组 如果极桶深蓝在台湾是有市场的 新党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不会嘛 他现在应该超茁壮的 那所以你走这条路线应该才是对的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的立委 其实极为担心自己的选情 因为这对他来说是攸关生死的事情 那你不要影响到我 我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 好好的去这个经营基层 去开拓我自己属于我自己的选票 但是当你要跟我一起选 而我们两个人合照的看板 又被挂在这个各大桥头 各大这个路边的 什么高速公路的踢坝上面的话 那很抱歉 我恐怕是真的会被这只会飞的母鸡 给踩死的 是啊 所以我们这个鸡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周刊里面有谈到鸡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周刊是今天发表 今天出来的文章 那很明显这文章 应该是在两天前出来的 那两千里面有问到鸡的事情 这是一周刊今天发表的 他说洪秀柱说 他并不是担心母鸡会拆死小鸡 他强调 我又不是鸡 哪来的小鸡的问题 更何况现在情势已经翻转了 不少立委已经直接向他表达 要他支持了 这个是立委是区域立委 还是这个不分区 好 并且询问合作的这个办法 那洪秀说 我们要翻转选举的这个生态 打一场不一样的选战 好 我们先讲到这边 因为我们都会谈到不一样的选战 可是因为这边谈到一个 所谓的这个选战的问题 学恩 我这样讲才两天 6月14号是46.2 这个破了房砖民调 到了6月16的时候 赖世保的这个记者招都会不是说 哇 洪秀柱你好棒喔 叔叔姐 我们一起来拼 而是说李同豪的解套方式 我没有负荷啊 怎么这个落差这么大 这不是气势正式大豪吗 我其实上节目有讲 你还记得的话 我说6月15号民调就跌了 那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期间限定支持 大家支持是觉得说 国民党这样太不公平了 国民党太没有运动家精神了 国民党到现在连个候选人都出不来 简直混蛋 所以大家想说 那不管怎么样 我留在家里支持一下 这是中间选民的想法 甚至偏率也是这样想 深蓝选民就觉得 洪秀柱主战派 开玩笑 叫他是一个武斗派的候选人 以前在骂人打人抓人什么都来 太好了 终于有助于我党复兴 那你想想看 这个简直就是各党各派 各种光谱的人都会觉得支持一下 口头说一下好 又不掉块肉 又不是真的把票投下去了 可是真的等到要选举了 我想这些立委可能就真的很怕 因为所谓的创造性的模糊 其实在两岸政策 在很多的内政外交上面 国民党过去其实是很低调 就想办法混就混过去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出来一个武斗派的是 什么改造老娘不听 什么再讲了跟人家不一样 讲融合一点老娘不听 你想想看 这个事情到最后 对国民党而言 以前所有的什么温良公俭让 什么温文儒雅 都被红袖柱的这个洪水 都给冲过去之后 一下子发现大家都没穿裤子 不好意思 其实都没有中心思想 其实都没有真正的 对某些理念有坚持 有支持的时候 我坦白讲 我讲一个东西 死刑的这个议题 很早以前 其实大家都在讨论了 民党党纲里面有一个 朝向废死的方向 对不对 人家写清楚了 那国民党 你平常在税吗 你签两公约的时候 你也跟着签 我坦白讲 我觉得国民党立委 最糟糕的地方是 明明你知道 废死不是主流 明明你知道 大家还是认为 目前要保留这个刑罚 但没事的时候 你屁也不坑 就是遇到事的时候 忽然间站出来 变成大家代言人 我想问的是 那你平常在干嘛 你平常明明是一个 大众都不支持的状况之下 你平常不起冲突 你平常不讲话 等到有新闻了 有媒体了 有人要报道之后 你才开始说 不好意思 我也是支持死刑 我觉得这些人 罪该万死 国家如果不是因为 你们这些软脚虾 一路立场不坚定 跟着摇来摆去 怎么会到现在 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 洪秀柱 我坦白了 我现在就讲 我认为洪秀柱不会当选 但是他带来的 所有人说实话 所有人站在某个立场 跟人家直求决胜负的 这个风气 很好 足以让大家明白说 我讲明了 他讲一宗铜表 没问题啊 就来看看到底 现在有多少人 是站在集统这一边 不要敢 就是你一开始怎么讲 以后就怎么讲 大家以后就知道了 什么东西 不要创造性模糊 以后有多少人站这一边 有多少人愿意支持 清清楚楚 所有的国民党立委 也不要给我假装 也不要给我骗人 你党的总统候选人 站这一边 你要嘛反对 要嘛支持 你不要跟我讲说 不好意思啊 他是总统候选人啊 我们要期待这个母鸡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两党就来一个 直求对决 政权出击 在擂台上打个你死我活 民众要支持哪一边 就支持哪一边 不要再说不清楚了 我觉得反而是好的 好 所以我们要说一句话 不要 你知道这个中国 有个功夫叫棉里针 就是你看起来是个棉 那里面是有针 那女生呢 有一个叫做这个群里角 就是你这个角是在群里面 那打出来之后 才看到原来这个是有一些 真的假的 这是真的 所以我要说一遍事情 就明来 但是洪秀柱代表 一个明来的一个特质 然后这个特质叫 引力国民党 布莱明里针 布莱这个群里角 但是我也很好奇在这个地方 两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是赖世保 假设杰明是赖世保 难得今天这个洪秀柱出来之后 我的这个 我的记者招待会 绝对不是我附和这个李同 哪有附和 开玩笑 洪秀柱这么强 当然总统跟立法院委员 一定要去这个一起合避选 不是应该这样子吗 但是其实他们担心什么地方 我等会要请教一下文雄委员 这是今天这个一周刊的内容 看到没有就是这个讲到和平协议 因为我们最近在讨论他的两岸和平 两岸的议题 他两岸议题主要是两个焦点 一个焦点叫做一中同表 另外一个就是为了要签和平协议 那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经过了 就是剧烈的讨论 那是很多人都质疑他的态度 那么可能和平协议的问题 已经大到他必须出来说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一周刊里面的内容 里面叫做已经提名了 就要开始变了 要急事宜 洪秀说离扁马都有两岸和平协议 好 这是理 这是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马上媒体就立刻做了这个标 稳提名急事宜 洪秀说离扁马都有两岸的和平协议 主张一中同表签署两岸和平协议 以及反非和 这部分是目前现在针对洪秀说 最爆炸的议题 一中同表两岸和平协议 还有反非和 还有包括我们说的是不是民粹 但是我们过去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很好奇一件事 洪秀说是准备出来选总统 还是他临时决定选总统 因为他抛出了和平协议的时候 和平协议在过去每次谈完 之后下场都不是很好 还记得过去历史吗 来1996年2月23号 李登卫在新春记者会提出 用将八点集达成和平协议 结果李卸任总统之后 反而多次批判此项主张 就自己就把自己的主张给打了 那么2013年就是陈水扁的时代 在元旦文告陈水扁主张 两岸建立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 并公同签订该协议 所以叫做和平协议 看这边和平协议 结果之后发生这个事情 对岸也没有给正面 所以扁就开始说了 他说对不起 这个一边一国就这么来的 意思说李登卫提完这个事情 对岸没有反应 他反而就说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是自己批判自己 而这个陈水扁是因为 抛出这个议题的时候 对岸也没有正面 他该有讲一边一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蔡英文 蔡英文在立院答询时说 我方已经提出具有建设性 完整设想与规划 及推动两岸签署 和平稳定互动架构协议 这在2004年 结果和平稳定架构的这个架构 并背和平协议 所以看到没有 几乎所有的这些政治者都提 但是最后都打脸了 那马英九更经典 马英九说黄金十年国家愿景 抛出国家需要民意支持 与国会监督的三个前提下 推动发签署两岸和平协议 也就是说在推动两岸和平协议的时候 正好有黄金十年国家愿景 结果变什么 有人说是奋土十年国家没愿景 结果这个情况是国民党叫好 民进党叫骂 清明党的审慎观察 最后不再提了 最后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 因为对岸也没有提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洪秀出是准备好的人 那他应该知道 过去这些人提的时候 最后结果都跟事实不是相同的 那我现在问一下文雄委员两个问题 第一个李同浩 为什么这时候开了 洪秀柱一个大玩笑 而对手为什么会复印这样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到底洪秀柱是准备好出来选 还是没准备 因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当他说离别马都有提和平协议 最后结果都不是好结果的时候 那这时候提是要来转弯吗 我们先进个广告 再听一下文雄委员怎么说 我们先进行动